舞台上熱力表演 舞台下拍手叫好 尾牙活動開跑 迎接年夢尾牙上班族 最期待能夠試試手氣 看能不能爆回大獎 但偏偏抽到的是 鳴謝會顧 開獎的那一刻 失落感藏不住 網路上發起討論 尾牙最不想抽到什麼 有人說 同事的親筆簽名唱片先不用 還有人在最大獎三萬元 和最小獎三十元 天堂地獄之中掉到谷底 更是有一票人認為鳴謝會顧 期待落空抽了個寂寞 但這還不是最慘 抽到值班更哀怨 我滿想抽到股票的 有波動嘛 有張友迭當作定存 本來是要一人發三萬 結果我們就拱起來說 要發兩個人 所以就一人一萬五 iPhone或AirPods 有夢最美 人人都想要大獎到手 根據球職王統計 上班族最想要的獎品 冠軍就是現今最實際 第二名智慧型手機 呼聲也很高 再來依序是汽車 百貨禮券和超商禮券 不過最雷的獎項 第一名公司的自家產品 感覺沒誠意 再來醬料組或是茶葉禮盒 真的用不到 第四名健身體驗券 還有美容護膚券也上榜 所以不想公司的產品 像請聚啊 抱枕這些 兌換券之類的 面額很小 不夠要自己貼 馬克杯之類的 疫情的一個降級 也有88%的企業表示 會在這個過年前舉行 尾牙比例的部分是創下11年以來的新高 疫情解封大缺工時代 超過三成的企業表示 會增加尾牙預算 更有超過六成會舉辦抽獎 也讓上班族超期待 喊出加碼再加碼 環宇新聞張小宇 黃萱萱 台北採訪報導 世界局勢變化莫測 你我都身在其中 國際間合縱連橫 外交 政治 經濟 軍事 科技 無所不爭 無所不戰 環球大戰線 全方位觀點 與您一起剖析戰略 走進環球競爭 最前線 未经许 選擇 全部 tem